新北市长侯友宜访问新加坡新创基地 原本按照行程他在这边是要停留半个小时的 但最后去简单受访之后拍照就赶着要去下一个行程 现场的媒体都很好奇莫非是要见哪一个大官吗 媒体就问了您是要见新加坡的副总理黄寻才吗 侯友宜这个时候是笑而不答 那么完整内容是什么呢 把时间交给人正在新加坡的李嘉宇 好 主要观众记得现在所在位置是在新加坡的新创中心 那今天原定是新北市长侯友宜在下午两点的时候 会有参观的行程 不过大家我们觉得说我们的直播好像有点紧急 就是那个画面在侯友宜市长在受访结束之后 就马上离开新创中心了 大家会想说他到底要去哪里 有加上说今天早上他一早的行程是不公开的 所以大家在想说他昨天已经会见了新加坡的国家发展部的部长 那现在今天是不是除了李志生之外 他的层级会更高 但也把这个可能会见的成绩聚焦在会不会是副总理身上呢 而且过去大家会觉得说是不是总理李显龙嘛 那现在会不会是副总理黄寻才呢 那这个议题呢大家也是关心说 因为这次来新加坡一定是可能是会见一定层级以上的人才会来嘛 而黄寻才过去呢本来就跟侯友宜是认识的关系 过去好几年前在2019年的时候呢 其实侯友宜来到新加坡也是有会见黄寻才 所以这一次呢我们问他说他是不是就是有一种好像跟老朋友重新会见的感觉 两个人是不是有会面 然后也是笑而不答 完全没有多做回应 反倒是知识一直在讲说都是交给新方来做处理尊重新方的公布 所以今天的一个行程呢一早还是没有去公布的 然而在下午的行程呢其实大家会觉得说是不是下午也是紧急着跟谁去见面 所以呢才会在新创中心没有停留太多的时间就马上驱车离开了 虽然他的下一个行程是六点半的时候 所以呢六点半会回到香格里拉来做这个绿色环保议题的一个简报 所以他这个行程相隔现在还有四个小时之间 为什么侯友宜这么赶着要离开呢 所以到底是去哪里我们非常的关心 以及呢大家就比较觉得说侯市长应该要给一个交代哦 不过呢一切都是依照尊重新方的安排 据说大家非常关心的就是呢这两天新北的枪击案 虽然侯友宜人在新国但还是新系新北市 所以呢就强调说呢他一定会强烈打击犯罪并且扫毒扫黑马 昨天是有录一个影片是他对着镜头打电话的画面 那侯友宜他是讲说呢要全力的来做扫荡 不过却被绿营说呢这是作秀的行为 甚至呢行政院长陈建仁还认为说呢侯友宜仗的举动啊 好像就是不顾市府哦 还甚至呼吁说呢侯友宜应该要担起市府的责任 也要侯友宜有点生气 就是强调说呢其实过去呢不管是当警察 还是呢担起这个新北市长的责任 他一直都有在认真做事情 甚至呢也是严正来看待这两起枪击案 那以上是我们掌握到今天情形 想要镜头在安棚内 有意挑战2024总统大卫的民众党主席柯文哲 在美东时间20号到华府的跨党派外交智库CSIS对谈 柯文哲就被问到了 会因为大陆不高兴而跟美国来加强军事国防合作就不敢做了吗 柯文哲回应 他说希望两岸能够和平底线还是台湾自主 如果大陆要是侵犯我们的底线 那只好跟大陆打了 这是柯文哲对于两岸他的最新的论述 而同样对于两岸的论述侯友宜在新加坡他这么认为 他说和平才是唯一的选择 并说守护中华民国是这辈子的直至 任何面临国家需要的时候他都会挺身而出 和平才是我们唯一的选择 只有和平才能够让国家发展 人民能够安心安定环容永续 两岸共好最主要要建立在一个平等尊严友善 互实的相互交流 我这一辈子守护中华民国 让人民能够在这块土地安心安全不断的往前走 这是我这一辈子的直至我永远不会忘 所以任何的面临国家需要我的时候 我都一定会勇敢挺身而出 紧接着您会参加这一场绕境活动吗 这是大家吗绕境 今天晚上就要起价了 国民党主席朱立伦 今天下午来上香祈福 针对2024国民党总统征召问题 他说他有跟马祖讲 请保佑团结大家的力量 朋友要越多越好把敌人化解掉 最后一定会找到最强候选人 我想我们时间只会比以前早 比以前各界好几界 我们连续这几界我们都会来得早 那当然现阶段我们最重要 就是要团结大家 我在马祖面前也是祈求天上圣母保佑 我们大家能够团结所有的力量 我们的朋友一定要越多越好 敌人都要把他化解掉 然后我们用团结的力量 能够让台湾更好 让中华民国更好 局长请教一下 柯政委员好像说 不需要选出民调最高的候选人 我们一定是找最好最强的候选人 因为我们这次共同的决定就是征召 那既然征召我们一定是找 最好最强的候选人 到时候我相信我们提出来的 一定是获得大家最多的肯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